儘管這96萬的發票是霧燈 但是從這張發配 也可以看出很多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大愛素食餐廳 我們實際回到這家店 已經變成是咖啡廳 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這個地址 也是錦南路2段3-2號 現在已經不是大愛素食餐廳 而是一家便當店 我們要一個小雞飯 可以自己選菜嗎 網紅四叉貓不只點招牌小雞飯 更點出手拿的這張發票有問題 那我們先不說這兩筆是跨年度的 然後有一些網友們就質疑說 為什麼這家素食店 已經在一兩年前結束營業了 可是卻還有它的那個桶編章 到底問題出在哪 從民眾黨副民書長許甫曝光的發票 來看這桶編章蓋的是大愛素食 但早在幾年前 生意很好 它的素食很好吃 對 差不多2 3年前的時候 大愛素食店就結束掉 可能他們老闆就直接開一家咖啡廳 連附近居民都知道 這一家店早就關了 怎麼還會出現素食餐廳的桶編章 從情況來看前面是咖啡店 後門則是小禮快餐店 難道蓋的是同個桶編章嗎 實際買了便當發現 開的的的確確就是大愛素食桶編章 但這還有個問題 除了被質疑 買受人蓋的章是事後自己蓋自己寫 從許甫曝光的發票來看 日期是1月7號 當天是星期日 不過店家6日公說 到底這發票是怎麼開 做帳然後就你還隨便填一個日期 日期還是剛好是人家沒有營業的 那就很明顯是做假帳 我希望就是許甫 他昨天是他拿出這張發票 但是他應該出來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他在禮拜天可以買到小禮便當 民眾黨深陷假帳風暴 全民查帳卻發現一堆問題 除了等檢調調查 昔日清廉形象能否再挽回 公開透明嘛 確實是很公開地不透明 透明到連做帳都不會 東星期日馬安卡 王哲瑞 台北報導